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众所周知 詹姆斯作为现役联盟 人气最高的球星 也正是因为詹姆斯自带流量的光环的原因 因此他总是站在媒体和舆论的中心 而不论是世界哪个地方 都会有疯狂的球迷模仿自己的偶像 比如之前 NBA曾出现过的山寨版克莱汤普森 浓眉的哥哥淡眉 机场保安版科比等等 那么 世界上有多少人撞脸了老詹呢 这张图片 如果大家观察不仔细的话 一定会认为是老詹本人吧 但其实 只要仔细观察 我们就不能发现 这其实是老詹的死对头 当年总决赛 靠索死詹姆斯 拿下FMVP的伊哥达拉 不得不说 伊哥留长福子之后 简直就像是一个翻版詹姆斯 尤其是笛子和下巴那块 和詹姆斯简直一模一样 不知道伊哥对位老詹时 老詹会不会恍惚间以为是在防守自己呢 说到初代大帝奥登 想必老球迷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07年利亚杜兰特 当选状元的天才中锋 奥登可以说是被伤病毁掉的典型例子 但其实 在开拓者短暂退役后 奥登曾在热火复出 并且和老詹做过队友 两人也曾在一张照片中 同框合影 不得不说 两人长得确实有点相似 如果奥登额头的皱纹少一点 说不定会和老詹更像 光看图片大家能辨认出来 哪一位是老詹 哪一位是模仿他的球迷吗 两人可以说神态和眼神一模一样 但其实 左边的台是老詹本孙 右边的则是一位模仿他的美国本土网红 不得不说 这位小哥模仿老詹 简直抓住了精髓 尤其两边 跨的落腮胡子 而犀利的延伸 不能说 完全相似 只能说一模一样 震惊 年入千万美金的詹姆斯 竟然落魄乘坐地铁 当然 这个睡在地铁里的人 并不是老詹本詹 只是和老詹长得太相像了 这张照片 源自一位美国网友 在地铁上的随手一拍 原图如下 这张照片也是十分有趣 山寨版的詹姆斯和韦德同坐地铁带瓦 浓浓的CP感扑面而来 只不过 这个韦德有点瘦 但是翻版老詹 却真的十分相似 最后一位和老詹壮脸的人 则是来自我们中国了 还是一位大众都知道的歌星 张振月 没错 尽管张振月和詹姆斯两人 隔海相望 甚至人种都不一样 但长相却十分相似 甚至可以做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 相似的大鼻子 落腮糊和后嘴唇 让人不得不高呼 简直太像了 I quit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